大家好,我是游吊行 今天给大家分享六种调漂方法 希望大家了解和掌握更多的调漂方法 一,旋坠常规调漂方法 先在漂座上裹上稍大于浮漂浮力的铅皮 然后在半水状态下修剪铅皮 直到让浮漂在水面露出想要的调墓 比如瓶水,两墓,四墓或者六墓 然后再上钩或者下钩 挂上措耳或者挂上铅皮找底 当然也可以什么也不挂 就用双钩找底也是可以的 最后向上撸浮漂 直到浮漂在水面露出自己想要的调墓 比如两墓三墓或者四墓 这种旋坠常规调漂方法的优势 是可以通过增减铅皮 使调零调顿的范围很大 再通过上下撸浮漂可以拓展调墓的范围 也就是说通过调墓和钓墓 再通过微调来适应水情鱼情的需要 这给钓鱼人在钓鱼的过程中提供了很大的调整应对范围 这种调整应变的能力越强 说明钓鱼人的调剂越高 说明他们是高手 实际上就是在说他们的这种调整应变的能力是高超的 旋坠常规调漂法的不足之处 就是刚入门的新手学习和掌握起来有一定的难度 很容易知其一不知其二 甚至有的钓友几年下来都还没有掌握调吊的要领 一旦遇到复杂的水情鱼情就云里雾里了 搞不清楚双钩在水底到底是处于什么状态 甚至经常判断失误而钓不到鱼成为空筋一粗 二旋坠逆向调漂法 这种调漂法分两步 第一步先在上钩挂一个略大于浮漂浮里的铅皮 在半水状态下浮漂全部没入水面之下 这时呢双钩是到底的是上钩触底下钩躺底的状态 然后向上楼浮漂让浮漂露出水面三目 这个时候啊双钩在水底的状态是不变的 仍然是上钩触底下钩躺底 第二步把上钩的浮漂取下来裹在浮漂座上 由于浮漂换了位置 这时候浮漂了就会没入水面之下 这时候不要移动漂坐的位置 然后修剪铅皮 让浮漂再次露出水面三目 这时双钩在水底的状态 仍然是上钩触底下钩躺底的状态 和第一步牵柱挂在上钩着底的状态呢 是一模一样的 逆向调漂法的优势是 容易让新手了解和掌握调漂的原理 心里明白双钩在水底的状态 做到心中有数 这种调调方法不足之处 就是遇到水底高低不平的时候 需要对浮漂做上下的微调 才能保证浮漂保持在三目 三 主子线双钳调漂法 所谓主子线双钳 就是主线上的钳皮座上一个钳 子线上加一个太空豆 在太空豆上裹上一个0.8以下的小钳 先用主钳再拌水调好漂 最好调六目以上的高目 甚至可以调成全目 然后再加上子线上的小钳 浮漂没入水中之后呢 开始向上撸浮漂 直到浮漂露出水面一目到六目 如果调的是全目 还可以调一目或者是全目 主子线双钳的调法的优势很多 其中之一就是水底不平时 不用重新调漂 如果是调掉的一钩躺底一钩柱体 那么只要浮漂在水面露出一只六目 或者全目 双钩在水底的状态都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每一次抛干后 浮漂露在水面的目数不一样 有时露出一两目 有的时候露出五六目 或者露出七八目 甚至露出全目 双钩在水底都是一钩躺底 一钩处底的状态 因此不管浮漂在水面露出几目 都可以关漂 不需要再做任何的调整 主子线双钳钳法的不足之处 是不适合在降层很厚的水底做钓 也不能适合需要钓很灵的那种渔情 如果要钓很灵的状态 那就必须去掉紫线上的小钳 恢复到旋柱钓法 四 主线双钳钳法 它的特点是在主线上加两个钳皮做 相隔五六十公分以内就可以 采用短紫线 调漂时在半水 先用上钳调漂 以条一到三目低目为主 然后再加上下钳 下钳的重量可以是上钳重量的一倍或者两倍 因为下钳重于上钳 可以形成跑钳 主线双钳的优势 主要是在流水状态下 可以稳定钩尔不移位置 这种调漂方法的不足之处就是不能掉零 五 每周调漂法 这是一种单签短紫线钓法 在半水状态下不带钩调平水 然后挂上短紫线双钩 钓一致三目 一般呢是八子环处底 双钩躺底 属于比较顿的状态 每周调法的优势是在流水的水域 能够将钩尔啊 定在水底不动 浮片稳定 便于鱼轻松吸入钩尔 没有牵扯容易自动挂住鱼嘴 浮片一旦有信号 种鱼力很高 这种调调方法不足之处 仍然是偏钝的方法 对水温比较低时的清口鱼啊 容易丢失鱼口 六 中签躺底调漂法 这是一种用单签 并且需要用超短紫线的调法 调漂很简单 只要做到通过剪签皮 让浮片以缓沉的状态 缓慢没入水面之下 就可以了 然后向上录浮片 让浮片露出自己想要的调墓 就完成了 非常的简单 这种种签躺底的调法 其优势是 尽管千坠躺底 但由于超短紫线的使用 鱼吸入钩尔时 也会在第一时间 签动千坠 再带动浮片出现信号 所以称为这种调法是 顿中有灵的调法 这种调法不足之处 就是降层比较厚的时候 不适合 水温很低的时候 有清口鱼的时候 不适合 以上是常用的几种调漂方法 如果细分的话 还有好几种 这里就不一一细说了 教友们不管自己常用的是哪一种方法 都需要对自己不常用的方法 做一个了解 也许会遇到有的水情 用一用呢 就会出现奇迹 既多不压身嘛 掌握了更多的方法和技巧 应变能力就会增强 好了 喜欢视频请关注 点赞转发 谢谢了